有时候我们写了几套样式 同时针对于同一个元素 是这样的 那么你哪一套起作用呢 这个时候就要算这个权重值 权重值高的这一块就起作用 就这样的意思 权重值的话 那么实际上是可以算出来的 一个具体的数值可以算出来的 值越高 那么它就起作用 那么权重值的话 实际上是按照这个方法去算就行了 这里面有个方法 那么可能大家还没接触到有些东西 那么再讲一下这个权重值的 有个地方是关于这个 有一个import的这个关键字 可能大家还没碰到 那么其他的话 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了 刚刚这个比如说 这里面的子元素也学到了 是吧 那么的话算的话是怎么算的 就是按照这个值来算 按照这个值来算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import的 这个关键字是怎么回事 好首先的话 那么这个import的这个关键字的话 它是权重值是最高的 它这个值是什么 有1万吧 是吧 有1万 来看一下啊 好我们来新建一个文件 然后的话来看一下这个权重值 然后来一个 好 假如说我来新建一个这个文件 然后的话 这个啊 假如说这个是css 全重值 好 那么的话这里来一个 假如来一个div吧 假如来一个box是吧 好 电一个div 比如说这是一个div啊 元素 是这样的啊 好 假如我这个时候给它样式啊 给它样式 好 比如说这个div 我先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假如来一个点box是吧 box啊 box啊 比如说给它来一个color 是来一个red 是吧 好 来个red啊 好 来个red之后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很显然 它是一个红色吧 这个没问题是吧 红色啊 好 接着的话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 如果说我再来用第二个是吧 还有一个内联样式吧 内联样式大家用的比较少是吧 内联样式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标签里面写样式 是吧 标签里面写样式啊 好 那么我再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在标签里面写个样式啊 比如说style等于什么呢 这个color是吧 然后来一个blue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两个样式同时作用于这个div啊 那么这个最终这个div的文字是这个红的 还是这个蓝的啊 好 来看一下是吧 那么就是什么 就是蓝的吧 为什么是蓝的呢 来看一下这个公式就行了 是吧 这个style的权重值是什么 是一千吧 然后你刚才是用的内吧 内的权重值是多少 十是吧 那这一千大于十 肯定是用这个一千的这个什么 是吧 用这个一千的权重值吧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蓝色吧 没问题吧 是吧 好 那接着我们来用一个最大的权重值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import 是吧 这个权重值是什么呢 它是一万啊 那么它这东西怎么写呢 它实际上是怎么样 直接写到属性值后面就完了 是吧 好 我们这么写啊 我还是让它得用红色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加个感叹号 然后什么呢 import是吧 im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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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important 啊 important这个指是什么 它这个当值是什么 重要的意思吧 啊 important 啊 这个时候如果是important的话 那么看一下 这个权重值是什么呢 就是一万是吧 一万之加上什么 十吧 就是一万零十吧 一万零十是不是大于一千的 啊 那么这个时候什么 还是什么颜色啊 红色 这是不是红色啊 就这么算就完了是吧 这个红色啊 红色啊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啊 这里面还有一个经典的例子 就是关于这个是吧 比如说这里面有个例子啊 是什么一个例子呢 看一下啊 好 比如说这里面有个这个 这样一个是吧 这样一个例子啊 好 这样一个例子 那么就是H2是吧 好 复制一下 把这个例子拿过来吧 好 这样一个例子是吧 这样一个例子的话 它是做了几成签套是吧 那么来 来什么呢 算一下这个权重值是吧 好 假设说 代表这个时候我定义一下啊 定义一下这个什么呢 这个 首先是这个ID是吧 ID的话这个选择器我们一直没用是吧 我们前面基本上就是用了类是吧 加标签啊 ID选择器那么如果要用的话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ID选择器的这个权重值是什么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啊 就是100吧 是这样的啊 100啊 好 假如说这个我现在是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要给这个H2给它一个样式啊 它是什么呢 这样的一个写法是吧 这样一个写法啊 好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写法是什么呢 首先是这个 首先是警号这个content吧 content啊 content啊 这个是针对ID的选择器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content啊 content里面呢 假设说是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点什么呢 main main什么 然后是什么呢 content的吧 然后里面的H2是吧 H2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 然后的话我来写它的这个color是吧 好 color的话 假如来一个red啊 好 那么这个写完之后 这个H2应该是红色吧 是吧 红色啊 好 来看一下啊 红色 没问题是吧 好 这个时候假如说我想另外给个样式啊 另外给个样式的话怎么样呢 让这个样式什么 改变这个H2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颜色是吧 如果说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啊 也写一个是吧 比如说我写一个跟它相同的是吧 写跟它相同的话怎么样呢 那么就可以从下面写的话 是不是可以覆盖上面的是吧 覆盖上面的啊 好 覆盖上面的 那么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好 假如说我想写到它上面去啊 我想写到它上面去 同时怎么样呢 还是把它的样式给什么呢 影响 假如我想把它改成不禄 是吧 好 那么这么写之后是没用啊 是吧 他们两个权重子是不是一样了 是吧 它仍然是红色啊 好 仍然是红色啊 我现在想大过它的权重 是吧 大过它的权重 是吧 怎么大过它呢 那么实际上最好的写法是什么呢 就是 通问的写法是什么呢 我前面是不是可以加个body啊 这种写法是不是可以啊 这个content是不是属于body里面了 是吧 那么这么算的话就是 这个权重子就大于它 是吧 好 怎么算呢 这个是100是吧 这是10是吧 110 然后什么 H2是这个标签标签选择器吧 标签选择器的话是多少 是1吧 是吧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111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个是多少的 110 这个是1 这个是1 是吧 是不是112啊 那么它是不是大于它 大于它啊 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古录 是吧 那么这个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是不是蓝的 是这样子啊 就这么算就行了啊 好 不是太复杂吧 不是太复杂啊 好 那么实际上这个写法的话 还有一种写法啊 就是说我只要加大这个权重值 是吧 让它变得啰嗦一点 是不是就可以了 就是啰嗦一点 是吧 就多一个什么选择器 那么就会加大到权重值啊 还可以怎么写呢 这是一种写法是吧 还可以怎么写呢 比如说我把它拿下来啊 好 那么再拿下来啊 我这个时候我不给这个body啊 好 我这个时候 这个main content 是不是 是不是一个div啊 它是不是一个div 是一个div吧 是吧 好 假如说我这么写啊 div 如果是空格就不对了吧 好 content里面的div 下面的这个main content 这个不对吧 div下面的这里面没有一个main content 的吧 好 那么有时候会可以这么写啊 把它们连起来 好 这么写 这之前没见过吧 是吧 没见过吧 好 那么这样写也可以啊 这么写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content下面的一个样式名是main content的一个div 没有没有 可以这么理解啊 就是content下面的div 然后用这个 用这个来修饰它啊 来修饰它 是这样的啊 修饰它啊 就是content的下面一个class名称是main content的一个div 就这个意思 明白没有 这么写啊 这么写是不是很啰嗦啊 但是这么啰嗦实际上是为了珍得它的权重值吧 是吧 好 那么把它放上面去吧 我现在是想什么呢 想让这个大过它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这么写的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这个权重值是不是有点多了一个标签呢 那么应该是它是什么112吧 它是111吧 111啊 好这样写看一下行不行是吧 那么刷新一下是吧 这不同样也可以啊 同样也可以啊 同样也可以啊 那么主要是这个比较难理解是吧 这个这个有点难理解吧 如果是空格的话好理解是吧 就div下面的这个啊 然后是把它连起来啊 那么大家以后可能碰到这种写法啊 碰到写法就是什么呢 再说一遍啊 就是content下面的一个 它的class名是maincontent的一个div 这么理解啊 这么理解啊 好 这写的啰嗦呢 实际上是增大权重值啊 增大权重值啊 好 这个就是关于权重值的这个计算方法啊 计算方法啊 好 因为它是112大于111啊 所以说以它为优先权啊 好 那么如果再有权重值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来按照这个公式去算就行了 按照这个规则去算就行了啊 按照这个规则啊 那么默认的规则是什么呢 行间 行的权重值是什么呢 行间样式权重值是大于id是吧 id权重值是大于内 是吧 内权重值是大于标签啊 是吧 标签的话是大于这个通用的 比如说这几个啊 刚刚我们学的这个选择器是吧 这个啊 值选择器 比如说这个 这个什么是0吧 是吧 是0的话 所以说刚刚我们写的那些东西是吧 比如说这几个啊 这几个是吧 这个是不用加上去吗 它的值是0吧 是吧 它的值是0啊 不用加上去啊 实际上它的选择器就是这个100是吧 不知道这是10啊 这是10 10加10 20 21吧 是吧 全重值是不是21啊 是吧 这个是20吧 是吧 好 你这么算就直接算出来了啊 好 这个没什么难的吧 没什么难的啊 就是这样子的啊 那么的话 一般我们不会碰到啊 碰到的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比如说被对已有的页面 我们想改一下样式 是吧 我们又不想动原来的样式 没有没有 你自己再另外加个加个样式文件 然后想大过它的什么权重 是吧 比如说你想改它样式结果 你的权重比它高 改不了吧 你就想方 想想方法 大过它的权重值 是不是就可以改啊 啊 就这样子 好 这是关于这个权重的这个计算啊 权重计算 好